历史为尽 以古建筑 笑谈天下新鲜事 齐有此旅开讲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吕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齐有此旅 换个角度来讲道理 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持续到现在 那想不到在今年的10月8号 我们说这个巴勒斯坦基金组织哈马斯 突然炮击以色列 同时间不管是我们说他们声称的 5000枚火箭弹还是以色列所说的 2000多枚火箭弹 但是这一场战争一打响 以色列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报复 他绝对不会停手 所以21世纪的现在为什么 我们说21世纪这个文明 为什么还是在用武力解决这些争端呢 那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学者 哇这个真的是大学者 他除了是在政大以外呢 他曾是这个国际事务学院的创办人 那也曾经呢驻杀在阿拉伯过 我们欢迎李登科李教授 好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这么说 其实一般我们是在讲 讲刑事来讲 台湾如果发生刑事案件 大概不差三个方向嘛 勤财酬嘛 对啊 那国际的争端呢 大概都是种族 领土 对 再来就是宗教 没错 而这三件事情 揽这位呢 就是现在的尾巴冲突 的确是这样的 那尾巴他们到底这么数千年的恩怨 他是怎么样 不解之谜吗 不是不能解决 那就是说双方的强烟派 他们的目标太远大了 远大对对方毫无接受的可能嘛 比如说以色列对强硬强硬派 这个比纳坦雅胡 现在总理还强硬的 比纳坦雅胡还要强硬的 还要强硬 对他认为说 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最好是什么呢 里面百分之百都是犹太人 纯种的犹太人 对对对 其他非犹太人都应该 离出去 离开 也就是说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 哇这个还得了 因为以色列现在境内有200多万的阿拉伯人 就是巴勒斯坦人 你要他们怎么办 把他们赶走吗 所以这个事实在非常荒谬 但是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天津地狱的 天津地狱的 因为圣经上就说 那是他们的土地 你看这个不能糟糕吗 好 在另外一方面 巴勒斯坦强硬派 特别是哈马斯 也有比哈马斯还强硬的 那么哈马斯就很强硬 哈马斯当初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宪章 等于党纲 第一条 就是要把以色列毁掉 是 为什么 他们说以色列好像强盗小偷 让领他们的土地 所以不把小偷赶走 强盗赶走 他们怎么有机会回到他们的家园 所以这个哈马斯 他的想法就是说 以色列必须把占领区 通路还给巴勒斯坦人 那你说以色列你怎么办 对嘛 所以我说两边的强硬派 其实都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而且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 应该是英文叫做N次 你知道发生过很多次 从1948年打到 以色列建国的隔天就发生战争 没错啊 然后1967年又爆发了六日战争 后来还有赎罪战争 1973年赎罪战争 后来还有黎巴勒南边的 以南战争 对不对 黎巴勒南战争 另外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 好几次的这个战争 无力冲突 像2014年打了50天 比现在还久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讲 这个两边的最 那个什么 最不妥协强硬派 他也应该负最大责任 其次就是什么 政治人物 不敢果断的做妥协 必要的一些让步 要不然你怎么办 你现在说 比如哈马斯好了 他主张把以色列通往赶走 以色列人来通往赶走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你同样的那个 以色列建内的强硬派说 把那个什么 巴勒斯坦人来 从以色列通往赶走 这个也不可能事情嘛 所以我们讲说 你和平跟土地之间 一定要做个妥协 那么巴勒斯坦讲的 蛮有道理了 他就问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和平 还是要土地 两个只能选一个 但是右派的以色列人 怎么说呢 我要土地 我两个都要 我两个都要 小朋友在做选择 土地给我 和平给我 这样不就好吗 我们就和平相处 那巴勒斯坦人说 那我什么都没有了 对啦 我有和平 没有土地 开玩笑嘛 对啊 我家不见了 土地不见了 然后我变成什么游民 这不可能事情嘛 所以我们讲说 但核心问题是这个 再其次就是 是宗教 然后他就会负责 回到先知 在那边晚上突然升天 跟上帝 沟通 沟通 然后又下来 所以把上帝的 什么讯息带下来 就对他们来说 这个不得了 是不是 他们先知 什么短暂升天的地方 所以那个今天是 就他们来说 特别是就那些非常非常虔诚的 伊斯兰信徒来讲的话 是所有的一教徒 都不准进去 就突然伊斯兰之后 其他都不能进去 进去的话 是对他们一种什么 亵渎 对对 没错 但是以色列的强音派 偏偏要进去 他说 那是耶路上 也是我的圣城 因为那么不巧 这个是历史 因为那个清真寺 就盖在什么 以色列枯墙的上面 在旁边 是 当年以这个犹太人 两千多年前 在那边盖了圣殿 后来被罗马人摧毁 那么摧毁之后 剩下一片那个墙 枯墙 成为枯墙 然后这个什么阿拉伯人 七世纪 一千多年前 阿拉伯人就在旁边 就在上面盖什么 清真寺 阿拉伯人认为说 你那个圣殿什么都已经不见了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高地的地理还不错 所以在上面盖 那带立好 红薯 对啊 那就盖个清真寺 奇怪了 那为什么这个 我盖好之后怎么 多少年都没人讲话 一千多年 现在以色列建国之后 强硬派都认为说 在我们的圣殿上面 居然盖个什么 清真寺 就是对我们的侮辱 你看 所以这是宗教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 土地问题跟宗教问题 要不然讲人种来讲 追根究底 其实他们什么 是同一个什么散族 这是兄弟你知道吗 散敏克 对啊 这是兄弟 但问题是 好像我们国内一样 兄弟增产经常怎么样 拔刀相向 对 不是打官司 就是什么 刀相向 那个什么 互不相让 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也一样 所以来说同祖先 到现在你看 整个是争夺遗产一样 未来土地 还有就是信仰宗教 然后这个怎么 已经吵多久了 好 那么另外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就是 犹太人 特别是抢燕派的 他们多么多把圣经拿出来 就那天联合国的大使就这样做 对啊 圣经拿出来 你们相信上帝吗 相信这就是证据 对啊 他们就是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相信圣经吗 那这个像美国人 欧洲人当然说 因为他们基督徒 天职教徒 不当然说 我当然相信嘛 对不对 就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说 我相信是什么 可能是佛经 可能是道德经 因为我们不一定都信基督教嘛 所以对我们来讲 是没有那么样的这个什么 重要了 但是就西方国家 那些基督教的那个什么 那个社会里头 把那个圣经扳出来 当然都说 我相信 我相信 你看那个美国 中文旧旨也说了 旧旨之前 按着圣经宣 按着圣经宣誓 很多国家就这样子 你到欧洲到美国去旅行 那个比较像个旅馆 抽屉打开来 圣经 一本圣经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相信圣经吗 十字八九那些什么 欧美国家 一定说 I believe 对 我相信 第二个问题 圣经上说 那是我们的地理 你相信吗 天使变大嘴 对啊 所以他把圣经拿出来 这个很管用 是 他甚至还说 连那个可兰经上面都讲过 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的地 可兰经讲也没错 曾经是你们的地 但是后来 曾经啊 但是他是曾经啊 好 那现在就是 有些人是 犹太人在那边 就持续居住啊 就现在来讲的话 也不过是差不多1947左右 1948 1948 对嘛 1948年独立嘛 那在追究 没看说 再追溯到1920年代好了 正式从欧洲移民到那边去啊 也不过是100年而已啊 就继续犹太人 而且什么 算是比较多啊 其实啊 在1949 一直到什么 到这个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啊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还算少数啊 是阿拉伯人多数啊 这巴勒斯坦是多数啊 他只是后来独立之后啊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一直移民进去嘛 慢慢慢慢的嘛 犹太人才怎么 还多过这个 就那时候土耳其帝国被裂解了啊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嘛 土耳其这个 就被裂解了 裂解之后 那么这个英国就获得 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权嘛 所以统治现在的以色列啊 约旦啊 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嘛 中东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然后法国就统治什么 统治这个叙利亚 叙利亚 还有黎巴嫩 他们就是这样 你一块我一块嘛 那个帝国主义 我们讲欧洲帝国主义 以前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变成一个什么 某一种的势力均衡 好 那回报出来说了 这个犹太人 持续积数应该说 最近一百年的事情 另外就是什么呢 几千年以前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当中有1800年 1800年左右啊 就是罗马把他们赶走啊 几乎那边 就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 就极少数极少数 而有了阿拉伯人呢 他们从穆罕默德 政府这块土地之后呢 从这个我们讲说 七世纪一直到现在 他们住一千多年了 所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说 或者说巴勒斯坦人 我们祖先 一直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住一千多年了 我们住一千多年了 难道这个地不是我们的地吗 好 我们的犹太朋友你们听着 那你们持续积住呢 也不够近一百年 那我持续积住呢 一千多年 那到底谁的地啊 就国际法来说啊 这个无主地 无主地先占原者 而且拥有实质的统治权 而且持续居住嘛 这个很重要 持续居住又有统治权 何况你人贵 而且多数 又住了一千多年 那当然是你的土地嘛 比如说我们讲日本好了 对不对 日本的你看他这比较单纯嘛 就是大和民主 他住了那么多年 当然人家说日本土地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讲阿拉伯人说 我们住了一千多年 持续居住 而且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 基本上我们还是多数 那是谁的地 当然是我们的地啊 那以赛人就说 圣经上这么讲 那就是我们的地啊 后来是我们被赶走啊 但是不是我们想走 被赶走了 那问题是什么 你的确就走了啊 已经走了一千八百年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 你找一个任何法官来判 这个地应该随着 一个人说 我持续居住一千多年 一个人说 我两千多年 才有三千多年住过 我记得 就光是我们的法规里面 就有一个叫继承道路 对啊 这条路 这条路好像不知道 我记得是十年 对 就是十年都让大家走了 它就变成一个继承道路 对对对 所以你就不能征收 不能随便承手嘛 是 这个道理嘛 所以你看 阿拉伯人或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持续居住一千多年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地谁呢 是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里 这个土地问题 刚才讲宗教问题嘛 所以我们讲说 宗教问题是还比较好处理啦 也就是说 这个春春市到时候 怎么把办法定出来 那么这个 比如说交给月旦来管理这边 以前曾经有些历史家嘛 后来月旦不管嘛 所以有第三者来管理 青春市 然后犹太人不能进去 例子这样 要进去的话 要进入他们许可 那当然比较简单嘛 但是核心问题还是什么 领土啊 就土地问题嘛 所以这个土地问题不好解决的话 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没了 因为讲到土地问题 所以你有带一张图来嘛 对对对 就是他们的疆域变化 对 对对对 这是最早的 1917年的巴勒斯坦地区 对 然后这是以色列建国前夕 1946年嘛 1946年建国前夕嘛 对对对 然后再来 走向建国了 绿色的地方就是原本巴勒斯坦的土地 对 然后白色的就是以色列 对 犹太人的 就犹太人的 对 就是建国之后嘛 对啊 然后可是 老师你不觉得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没有研究 以色列建国之后 巴勒斯坦就被切成两块了 就是1947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一个决议案 叫做181号决议 是 那个决议啊 基本上是什么 是帮英国 讲个南京 擦屁股 知道吗 因为英国原来刚才说了吗 统治这个巴勒斯坦 是 到后来他起舞南下 因为两边鬼打架 就是巴勒斯坦跟犹太人 这个未来是土地问题的 每天都闷着吵吵吵 甚至认为英国不公正 两边什么 一通通打英国你知道吗 是 把英国那些什么 总督 下了不敢在那边 甚至还被暗杀 所以 那个 联合国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联合国大会有通过决议 基本上就是 分割分割 整个两个国家 一个是巴勒斯坦 一个是以色列 那以色列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没有 就是法律上没有这个所有权 现在给他一张证书 就是说你拥有多少 差不多是56%的地 那巴勒斯坦人 这个百分之几 46%左右 所以这个就面积来说 巴勒斯坦人还比较少 但是当时他们的土地其实是比较好的地区 越南河西岸旁边有越南河 对不对 它也容易发展 对不对 然后加上又靠海边 然后北边加利利海 在北边也是 在这个北边 你看 对不对 也是他们的 所以他整个你看 即使是1947年那个分制 对巴勒斯坦人来讲的话 就是表面上面积比较小 但它分到比较好的土地 以色列是比较大 但南边这个什么 这个地方都是大沙漠 圣公一个分到淡水 一个分到新移计划区的 对吧 但是什么 那个时候 犹太人很高兴 为什么 他本来没有名分 突然拿一个证书 所有权状 我们欣然同意 你知道吗 马上接受 那这巴勒斯坦人怎么 他就那时候不接受 他们想说 那是本来我的地 怎么一下被割一大半出去了 开玩笑 而且把这个所有权状 怎么就给别人了 所以怎么 他说我不要 我不去拿 我们讲说法院宣判 说我们现在弄了两张所有权状 一张给这个 巴勒斯坦来 对对一张给这个 以色列 那以色列赶快拿走 好高兴 放鞭炮回家 太好了 那巴勒斯坦人说 提纯不拿 不拿 不拿 那以色列赶说 不拿 你白不拿 反正我自己已经有了 对不对 然后怎么 这个巴勒斯坦就很生气了 那很生气怎么样 就打起来 就打起来 对不对 特别是旁边那些 什么阿拉伯兄弟 那说五个打一个 对啊 这些亲戚朋友 就说太过分了 他们欺负你小老弟 我们一起来打他吧 虽然说 号这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 其实 各怀鬼胎 对对对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掉 而且什么 都希望说你先打 你先打 你先死就对了 你知道吗 埃及力量最大 对不对 他嘴巴说 我出大军 其实怎么 他真的 他打没几个人 叙利亚 伊拉克 约旦 黎巴勒 真正比较能够打什么 就约旦 约旦 那为什么约旦比较能够打 约旦的部队 是英国训练的 英式装备 英国人 那个什么 训练出来 果然比较有战力 其他那个讲的难题 是乌合之重 所以这个以色列独立 人不多 对不对 但是以色列当时 尤其是很厉害 而且以色列军队里头 有很多指挥官 是什么 在第二次势力战争期间 加入英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德国干嘛干嘛干嘛 他们很有经验 所以把那一套拿进来 又很团结 所以他们就各个急迫 但是这个什么 巴勒斯坦人 如果说我人多事重 对不对 我凭这个什么 就把你干掉了 人海战术 给你好看好不好 没想到 这个怎么反而打败 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以色列 他们所谓的独立战争 在某些地区 听说那个犹太人 他们犹地都非常残忍 他们为了要把阿拉伯仁赶走 有时候整个晚上 整个村庄都不见 土村 对啊对 那是非常残忍 这个如果以前蒙古 西征的时候 说法就是 整座城 宜为平地 撒上木草 派马踏平 你就不投降 就把你土村 他们那个什么 就是恐吓一样 所以你看 所以很多阿拉伯仁吓死了 对不对 看到隔壁村都不见了 呼呼就跑了 所以那场战争 可是老师 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 这个有证据吗 这有 有些犹太学者也写 你知道吗 他说 你看看我们当然 有对待人家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这个 有因有果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妥协 那巴勒斯坦更写的 就会更多 所以怎么讲说 犹太学者这才难得 对不对 有些学者 所以我在这个什么 我们图书馆看了 不同的这个读物 但其中就有犹太学者写的 就当年他们那边 犯了多少错误 真的是很不人道 所以那场战争下来 七十多万的难民 你知道吗 他们下死了 连绿跑掉 什么都不要 所以第一批难民 就是七十几万 第二批难民是1967年 刚才讲 六路战争 那时候又二三十万人 所以加起来两个战争 就超过一百万人 那一百万人几十年之后 怎么呢 两三百万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 就是巴勒斯坦人 流亡在国外 在外面的 已经超过至少 至少是三百万以上 另外一个数目说 可能有五百万 所以到底三百万 五百万不清楚 但是什么 至少是三百万 你说怎么办 因为他们原来家乡是在什么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境内 巴勒斯坦 对啊 我原来在台来维夫 是不是 以色列的商业大臣 或者说我在耶路撒冷 或者说以色列的一个大港 叫海法 他们原来都是他们家园 我去过以色列三次 我去过这个什么 台来维夫 以色列的海法 我一看 其实耶路撒冷也有 台来维夫 有很多那个什么小房子 一看都是阿拉伯人的 那个建筑是阿拉伯人的 就窗子很小 对 但是什么里面的主人 都变以太人 你知道吗 上面 所以整个房子还是阿拉伯人 但是主人换了 好了 最后变成这张 是最近的啊 是不是 你看看现在约丹尔西岸 那个整块的都不见 为什么不见 以色列盖了很多囤埔区 盖了很多囤埔区 好像风潮一样 后来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阿拉伯人的 他们的土地一直被分割 所以我到以色列去 我看到以色列 约丹尔西岸 他们这个到处盖围墙 那个围墙多高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围墙是比我们军林 要高很多倍 我看来我们台湾的围墙 好像没有一个比他高的 都没有比他高 包括我们那个总统官邸 对不对 围墙都没那么高 就没那么高 大概是我们总统官邸 两倍高以上 围墙两倍高 你看他们多高 上面提示网 外面什么呢 这个有那个车道 它那个基督车在巡逻 上面那每个多少公尺 有个钢绍 对不对 有以色列的卫兵人来比 所以老师容我讲一个 不是这么贴切的话 它不就像集中营 对啊 所以他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哈马斯那么激进 那为什么他可以得到 这个巴勒斯人支持 为什么他觉得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土地 我们现在在原来西岸 对不对 结果什么 这个以色列 动不动都杀到我们村子里 这个来 是哪些人呢 激进的那个什么围墙 因为我们讲说 以色列这个什么围墙区 就国际法来说 是没有一个合法的 因为你占人家土地嘛 你占人家土地之后呢 他又在上面盖你 盖房子 然后让你们去住 好像抢人家土地 你知道吗 那上面盖了房子 给你自己的 这样就非法嘛 是不是 所以国际法上来说 你在占人区啊 你怎么盖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村落干嘛干嘛 让你的老百姓来住啊 这是非法的啊 但以色列认为说 这合法 因为呢 我们法院说这个合法 所以以色列存根区域啊 就以色列自己来说 有两种 一种是他们政府认定 所谓的合法 一个是政府也不承认的 那这是非法 那怎么不承认呢 就是我们政府 并没有核准啊 你知道吗 它是比较激进的那个什么 以色列这个 就是用我们现在来讲 它没有使用执照 它什么都没有 它最早盖了 不管这个地主是谁 反正我觉得这块 我觉得还不错 它就盖起来 就圈地的概念 它就拿到阿拉伯人说 你怎么可以圈我的地啊 它说要不然怎么样 类似这个样子 所以啊 而且什么 那些囤根区域的 犹太人基本上都是很激进的 我们讲个比较好听的 爱国主义 他讲个南天爹就是什么 激进的爱国主义的 你知道吗 它是打死不退的哦 你看那些很多 也是宗教狂热分子 犹太家狂热分子 所以我们讲说 犹太家的狂热分子 跟那个伊斯兰狂热分子 两边是一样狂的 一家就一样狂 所以以色列前 有一个总理就是主张跟阿拉伯国家 跟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 后来被干掉嘛 拉宾嘛 你看 所以拉宾也是 他们的民主英雄 那时候是跟那个 阿拉伯特 阿拉伯特跟那个什么 柯仁顿嘛 是不是达成和平协议 他不是说要拿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没错啊 结果他拿了没多久 就被干掉了 就被干掉了 为什么 这个犹太人的那个 激进派 激进派 看不下去了 那个凶手造成还被关 那个每个多少年 法官问他出来说 你认错了吗 你认罪了吗 他说 我不认错 我不认罪 为什么 我除掉一个卖国节 这到现在还不后悔 所以我到以色列去 那个地点是 我记得在台南威复一个地方 也被那个 某一种观光 我讲观光不好听 平掉了一个地点 那么 有些人会做生意 所以那个地方保留 还用那个油漆 画起来 1、2、3、4、5、6、7 对不对 解说 1 谁在那边 2是谁 凶手是谁 这样讲 拉兵 比如说拉兵是一 对不对 凶手是二 都在哪边 第三这么几个人 你看 拉兵在那边 那个凶手 他当是一个大学生 是以色列一个 什么右派 一个大学 比较右派的 大学的读法律学生 还制法犯法 是不是 那是20几岁 到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还永不后悔 你看看 是不是我们在激进派 那老师 我们说 我们讲完了以色列 我们来看一下巴勒斯坦 因为巴勒斯坦 他以前其实 他们执政的以前是法塔 应该说两个政府 对 没有分裂之前是法塔 对嘛 是法塔嘛 但是法塔 我记得是在2006年的国会大选 法塔输了嘛 输了 我记得他拿50几席 但是哈马斯拿了70几席 然后这个国家就分裂了 因为法塔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 这个是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法塔这些领导人 启牛不甘 你知道吗 就是我弄老半天 江山我打了 突然换一个人当家做主 开玩笑 对不对 另外就是什么 国际因素 好 国际因素怎么说呢 当时包括以色列 美国 欧洲国家 都不认为说 这个怎么应该有哈马斯出来 因为他们认为说哈马斯 你看看他现在刚才我们说了嘛 第一条就是推估以色列 是 而且他不承认过去跟以色列 签了这些协定 他说让这种政府出来那还得了 不是没有没了吗 所以怎么样 他们就翻脸了 要不然这个选举是非常公平的 当时欧盟还派那个什么 选举观察团去观察 他们得到结果说 基本上什么 是非常公正公开 你晓得吗 而且也可以说是 阿拉伯世界 几乎是有史来 对民主之光 对民主的选举 其他哪一个阿拉伯国家 当时有那么好的一个职业民选 都没有啊 他们是一人一票 你知道吗 一人一票选出来 所以这个哈马斯 他应该是真正合法的 合法的政府 合法政府的统治 应该是这样 但是法塔不愿意把 一旦有西安里面交出来 对不对 那时候有一阵的冲突 但是发生也打不过哈马斯 所以什么 那就是好吧 那边你管我这边我管 这个就分裂 那这个分裂就以色列来说 太划算了 为什么 我的敌人本来就不怎么大 现在又分两个不更好 分化 对对对 所以我们讲说以色列的整个他们的国家安全来说 第一个就是阿拉伯国家分裂 知道吗 第二个呢 这个什么哈马斯跟法塔也分裂 毛泽东讲的嘛 分化团结 打击 然后消灭 对对 他们就这样分分分 这个分有什么好处呢 敌人变小变弱 他也有缺点 什么缺点 你真正要 你要找人谈都不知道找谁 对 问题在这里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以色列是解决某些问题 他也制造某些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敌人就四分五裂 对不对 制造什么问题 这个要真正要把问题解决 找谁来谈 问题在这里 你现在找哈马斯来谈 法塔说 你为什么不找我 对 你找法塔他们是说你怎么不找我 你类似这样子嘛 而且本来这个 他们预定是2021年大选嘛 后来这个什么 无限期推远啊 这个法塔怕嘛 为什么民调选事他会输掉嘛 所以他找个借口 这个阿巴斯啊 这个法塔这个什么 就是现在所谓的巴勒兰 自治政府的主席啊 阿巴斯啊 他借口怎么说 他说以色列没有同意啊 允许我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啊 东耶路撒冷啊 那边的巴勒兰投票 这都不公平啊 所以除非以色列怎么样 拿出一个这个同意状 要否则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继续 所以只好延后了 你看 所以你看 我觉得他延后了三次啊 其实我们讲说 他就不敢举行大选嘛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嘛 而且民调也显示啊 如果大选一选他会输掉啊 比如说我们这次好听啊 这次这个哈马斯啊 受到以色列这个暴物性攻击啊 那么加大选手上蠢不惨重嘛 但是如果说事过渐渐啊 隔了一两年再来几层大选呢 搞不好哈马斯还怎么样 还是获胜呢 除非是什么这个 那堂有本事把他们玩得下没掉 否则的话怎么 因为很多巴勒党的人说 替我们出来一口气耶 类似这样你晓得吗 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呢 你看在你去对不对 变那些所谓合法的 非法的囤民啊 这样欺负 难道反过来说巴勒党 你不能够动他们一根寒毛 否则的话他打电话 跟他爸爸说妈妈说 说我被谁欺负了 以色列部队马上过来 以色列警察马上咻就过来 你晓得吗 通到那个什么巴勒党的村庄 抓人 然后哪一个坏台你给我讲 我爸爸替你报仇例如这样 甚至连难民也冲进去 整个包围冲进去 包围冲进去 这样搞得人家怎么样 这受不了耶 这不是两天的事情 这几十年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日积月里 日积月里 多少巴勒党的人恨是什么 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啊 所以我们讲说 为什么说这次哈马斯去 你看那个手段收拾就非常残忍 但是如果说你了解这个 来龙去脉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有时候是真的讲他们什么 好像是没办法 就是很难避免这样一个手段 我们认为这个手段 真的讲是不应该 是 对不对 但是如果了解这个故事之后 你觉得说 还是要把问题真正解决 要不然你怎么办 同样我们讲说 以色列的强硬派 像内党雅虎代表 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自认为说他们这个是对的 但现在证明是错误的 除非说他能够在自己天使内 把哈马斯完了给消灭掉 不可能啊 对 他们的想法是说 就刚才讲的嘛 他的目标是我要和平和土地 这个土地都是我的 同志我要和平 那我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不听话把你打的半死 打得你这个什么 这个叫天叫地一样的 对不对 以色列这个叔叔 我永远不敢 我永远不敢 我永远听话了 所以以色列强硬派 从夏农到现在 他们的立场没有变 他们的对付巴勒斯的方式 刚才就是这样 你不听话我就消 就是打到你什么 打到你不敢 打死也不敢 他就问我说这样就好了 拜托啊 阿拉伯人的民族性 如果你跟他们处了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 极度飘悍 不再很飘快 这是有仇必报 他们是这样 我这一代没法报 我夏一代要报 夏一代不行 我夏一夏代要报 这个不得了 这打死不退 所以你看哈马斯 他们这次打以色列 对不对 以色列说 他们迅速进来的 这个什么 哈马斯的武装部队 加起来搞不过上千人 那些人到底进入以色列 他们都明白 不成功变成人 有很多人被打死 以色列说他们打死了几百个人 他们为什么没用力这样做 他们认为说 死了上天堂 这个宗教 然后也是民主主义 对不对 我的同胞 我为我们同胞吹口气 对不对 然后我打我们的敌人 所以在所不惜 这就是麻烦 所以他们讲说 以色列强硬派认为说 以武力 以强硬的手段 会让他们屈服 而且永远屈服 这是做不到 因为以色列跟阿拉伯地区 这么多场战争里面 其实以前在冷战时代 它就是美中角力的一个战场 对 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们说这个哈马斯 哈马斯哪来的5000颗火箭弹 OK我们有时候 在节目里面会聊到 两岸万一要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你解放军也要调兵前将 对啊 要集结嘛 上等将军讲的不是勇武 讲的是补给 再来才是战略 最后才是勇武嘛 OK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所谓的哈马斯里面 勇武这个有啦 西大嘛 OK好 那补给呢 你5000颗火箭弹怎么来的 虽然很多 新闻上讨论 那个叫土炮 自制的啦 怎么样啦 没有导引啦 可是5000颗也不容易 而且以色列 它的情报系统 是被瘫痪的吗 穆沙德呢 全世界我们说实在话 仅至于美国 跟苏联的情报组织呢 那他们这样集结 包括5000颗火箭弹 穆沙德都没有反应吗 他们都没有情报吗 以色列的穆沙德 世界有名 有人说甚至比美国CIA 比那个苏联时机KGB 还要厉害 是不是 比如说他们追击 那些二次大战期间 人家处杀以色列的纳税 后头厉害 对不对 天涯海角把它倒出来 最出名的是 1960年代 那个穆尼黑奥运 那个穆沙德计划 就是死一个以色列的 运动员被杀了 curtain BY 当时以色列的总理 出来开国际记者会 公布了名单 这些人 不管多少代价 不管死多少人 我們通通都要處決 而且他們還真的辦到 辦到 沒錯 所以莫莎德過去 紀錄大家真的沒話說 肅然起敬了 那為什麼說 這次犯了這樣一個錯誤呢 我的了解或是我的原判 應該就是說過度自信 那過度自信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從1973年 我們講說十一戰爭之後 過來的那個衝突 最後還有很多次 但基本上怎麼樣 每次以色列都是什麼 大獲全盛 對嘛 打了半死 實力碾壓 對對對 所以這個 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 哈馬斯頂多頂多 就是放火電彈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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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不對 其他根本不敢說正式入侵 他沒有這個能耐 或者想辦法在邊界 綁架一兩個以色列阿兵哥 大概就這樣而已 然後做汽車炸彈 人肉炸彈 對啊 他大概就做這些事情 所以莫莎德認為說 你辦不了什麼事 而且以色列過去 莫莎德 有一陣子很厲害 他在這個 加拉佐朗 他有很多縣民 這個縣民 就是巴勒斯坦人 他給很多錢 你剛剛不講嗎 錢 是不是 給他很多錢 所以巴勒斯坦人 有些見解遠開 也忘記了什麼 國手家亨 你知道嗎 然後就把這個秘密情報 交給莫莎德 所以莫莎德 過去在加拉佐朗 曾經暗殺過以色列 就是哈馬斯高層的指揮官 就有這個縣民 好 所以哈馬斯痛定是痛 因此他們幾十年來 想辦法把這個縣民 一個一個給修理 後來只要被抓到的話 都不得好死 這個叛徒嘛 拿了以色列的錢 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懲罰非常嚴重 所以一個一個的被剪除之後 以色列滲透就越來越困難 但是以色列還搞不清楚 所以哈馬斯經過這個 一、二十年來的這個 清洗 清洗之後 有用的這個縣民 以色列的縣民已經是越來越少 但是以色列自己 變不去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他想說你玩不住這麼明堂 對不對 我是如來佛 你怎麼好怕 你再怎麼樣就這兩三招 對 所以他過度自信 那過度自信 加上什麼 過度輕敵 你看 你越來越 怎麼放還是那些 就是這個 土製火箭 火箭彈 我有這個鐵窮 多厲害 屁啪都把你擋掉 而且以色列號稱 90%以上都被擊落 他很高興嘛 就是說 你了不起 你就放了這個火箭彈 但是呢 我這個鐵窮 把你給照住 所以 那些構成災害有限的 那這個哈瑪斯 在前幾年 他們還用什麼 用氣球炸彈 你知道嗎 說實在也是這個 土炸又土炸 用氣球 那把這個燃燒彈類似這樣 它不是說真正在燒死 這個什麼猶太人 而是什麼呢 讓以色列的森林 引發火災 因為以色列造林 它造得很好 本來沙漠 造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哈瑪斯 用這一招 把你森林給燒掉 讓你被沙漠一片 所以以色列很生氣 你知道嗎 但對付那個氣球 你看對不對 把它打下來 那個很便宜嘛 所以哈瑪斯用這些手段 就以色列來說的話 你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說不擔心 所以情報機構莫查德 還有另外以色列建立 軍事也有情報 對不對 他們認為說 沒什麼問題 他們不敢 對不敢怎麼樣 以色列的國防軍 認為說 也沒什麼好怕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這次 10月8號之前 以色列在邊界部隊 那個國防軍 按照規定 他們那個什麼 所有的那些 我們應該說 高階層的那些軍官 不能在一起 結果他通通聚在一起 幾十個通通在一起 指揮官在一起 通通在一起 好像三缺一樣 他通通聚在一起 你看 結果犯了大忌 所以後來被圍剿 那幾十個都被幹掉 指揮官還被俘虜 你看有一個 你看很高階 過去突然變成這樣過 你看 所以你看 連他們邊界的部隊 都這樣的鬆懈 那就是什麼 太輕敵 所以邊界部隊輕敵 情報機構是過度自信 兩個加起來才發生 同時你剛才說了 他們怎麼五千多顆 那問題是 哈瑪斯是什麼 他是積極地想辦法 能夠照 就照 不能照 偷進來 要不然就是什麼 派人到黎巴嫩 到西里亞去學 你知道嗎 能買不能買就學 把那個武器的 什麼那些零組件 拆開來對不對 把炸藥的原料 拆開來之後什麼 用廢物金引進 然後就可以組裝 對啊 所以前一次他們裡面的 哈瑪斯高階層 也說嘛 說其實他們現在 大部分武器他們都可以製造了 你看 大部分武器都可以製造 那你就說你看 他花了多少時間 而且他們說 他們現在用的這個武器 比以前進不得多 那個火箭彈也比以前 打得更遠 打得以前更準 他們的火箭彈最遠 可以達200公里 那就很遠了 你看 很遠了很遠了 對啊最遠還沒搬出來 是不是 那老師 這一場戰爭會 向俄乌戰爭變成持久戰嗎 基本上 以色列是不打持久戰 為什麼 以色列那麼小 我們剛才說 這個哈瑪斯 他的這個飛彈 他們的火箭彈 最遠有200公里 那五萬粒萬粒 當然可能就不能排除 北邊 南邊的珍珠黨也參戰 珍珠黨 夾擊以色列 珍珠黨的這個什麼 他不是一般的火箭彈 他是飛彈 你知道嗎 是導彈級的 對對對 他有這個 敘利亞 有這個伊朗提供的 又遠又準 那個又不一樣了 而且他自己還有 重點是坦克車 還有大炮 他的整個那個兵力 根本不是那個什麼 我們講說這個 哈瑪斯 這個哈瑪斯所能比的 所以以色列最擔心持久戰 因為持久戰的話 可能只能介入 那他一介入的話 哇這個很麻煩 敘利亞也可能介入 對不對 拿到什麼伊朗可能介入 所以就以色列來講 以色列次戰爭 他都是要速戰速局 是 唯一就是跟這個哈瑪斯 都打幾十天 所以過去2014打五十天 那這一次一打 現在也不過超過十天 還不到十天 還不到十天 所以你講說 你講說還要再打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雖然說不到十天 也死了很多人 雙方死完 你超過2014 你看那個新聞畫面出來 那個真的是 斷瓦殘垣 人間煉獄 那個我們講說 我們講說這個 猶太家庭 這個小朋友 因此什麼 上升 但你看巴勒斯坦 多少小朋友 幾百個小朋友 我看了一個餘父 那個什麼 所以老師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 宣傳戰跟認知作戰 沒錯 以色列 我常聽到很多人說 台灣人沒有國際觀 那我都會問說 你所謂的國際觀 是不是就CNN觀點 你說台灣有誰去看半島電視台 對啊 所以他到最後變成這種認知作戰 以色列開始 在認知作戰方面做得很好 他把那些受害的家屬 什麼都弄出來 對不對 有些非常 真的講 看得很難過的照片也弄出來 而且由他們總統講 總理講 你看看 把照片都拿出來 記者會上公開展示 正值國際輿論支持 就認為說 這恐怖分子無法無天 該殺該殺 對 他現在以色列報復 就不成比例報復 死了人比以色列傷亡 成為二以上 就兩倍以上 你看那些小朋友 巴士的小朋友 我看其中一張照片 真的看得很不忍心 一個爸爸抱著小朋友 跟大家講 他其實只是睡著而已 還有一個媽媽 帶一個小寶寶 小寶寶 那個小寶寶大概幾個月而已 媽媽跟小寶寶都往生了 那個寶寶嘴巴含著媽媽的奶頭 你看 也就是在餵奶的時候 突然被炸死 你看看起來很悲慘 小寶寶還在喝奶的時候 想到往生 死在以色列轟炸 像這些照片看起來 真的講很不忍心 所以我們講說 慢慢巴勒斯 他們把這個照片也突然出來之後 國地間的這個什麼 輿論慢慢就稍微轉了一點 所以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前幾天 歐洲美國一面倒 譴責巴勒斯 支持以色列 譴責哈馬斯 現在怎麼樣 慢慢稍微平衡出來 其實我說實話 譴責哈馬斯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是他發動這樣的 不管你說恐怖襲擊或者是戰爭 那當然以色列他要反制 可是反制是不是過頭了 現在國際的討論這件事情 那退一萬步回來 老師我們比較關心還是台灣 你像這個俄乌戰爭還在打 對 然後以色列這邊 美國已經派了兩個航空母艦 打擊群過去了 對 那會不會變成就是他在印太地區 會有一個軍事真空期存在 我們不敢說真空 但至少什麼 他就沒有辦法說 像之前那樣的 全力來驗赴這邊的 可能的發展的危機 圍堵中國 對 如果沒有俄乌戰爭 也沒有東東這邊的亂世 那美國是百分之百的力量 都會結論在印太地區 好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老共當然不敢亂來 為什麼 美國大兵壓境 而且美國跟日本 跟南亞跟澳洲 跟這個什麼印度 跟越南 跟菲律賓 關係越來越好 結盟 這是聯盟 是不是大軍壓境 尤其是什麼 某一種八國聯軍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對中國造成他壓力 好 那俄乌戰爭 減少一些壓力 為什麼 美國要協助烏克蘭 美國 美軍並沒有直接出動 但是 美國的爭ертв機 監禮單位 出動很多 對不對 每天 還出動 Glue piston 已經集結十一萬大軍了 是啊 它隨時可能 又打到烏克蘭戰場 所以 這個時候 是蘆顏很高興 就是讓美國分薪 你不但分薪 你的資源也要分出去 你本來很多資源可以來投入到烏克蘭戰爭 那邊 對不對 烏克蘭需要裝備 武器 装备 弹药 粮食 它什么都需要 那你现在怎么样 这个地区快要小火变大火 所以美国很紧张 刚才提到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战斗群 这个威力很大 福特号是全美国最强大 最新的 艾斯拿号也去了 看到福特号那个装备 你会认为它是要打外星人用的 那个是全世界最号称 战力最强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跑去那边 除了这个之外 它是海军 还有空军 它的空军进驻什么约旦的空军基地 那边约旧周边地区 其实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 它空军基地好几个 最大是在卡达 卡达的美国最大空军基地 那边就两万多人 你看 另外这是巴黎 美国第六舰队在那边 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 波斯坦经常就有一定的力量 但这次因为英年危机 所以你看外加派两艘航空母船 战斗群去 旁边周边的相关那些什么单位 那你说美国是不是要什么 要分析 当然要分析 还有什么 以色列说老美我需要弹药 我这个弹药不见了 为什么你要厌恶的轰炸 你看以色列这里宣布 他自己公开的 他炸了哈马斯 炸到现在什么 炸弹搞不好已经超过一万枚了 你晓得吗 你看他每个都炸 美国的钱 炮声响皇亲万两 而且是越精准的弹药 越贵 以色列炸的时候都是精准弹药 不是一般那边乱炸乱炸 是不是 他号称说减少伤亡 结果现在造成那么多伤亡 那不管怎么讲 他炸了多少 这些都是钱 另外怎么耗损装备 最为都是要钱 所以就以色列来说的话 怎么 然后美国一都一好 是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 第一个 他要提供以色列很多援助 第二个要预防战争扩大 所以他必须派航母战斗群 一艘不过两艘过去 同时怎么 你看他的国务卿 布林肯 前一阵子中东地区发生通路之前 他都为了乌克兰在伤脑筋 对不对 跑到菲律宾来绕一绕 现在怎么样 他天天在那个地方 他整个被缠住 那你说蓝莓不飞金 怎么可能是行 当然飞金 那老师我想 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为什么这么挺以色列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 美国的华尔街 华尔街有个传说 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 但有个传说是 曾经有一个犹太裔的 华尔街的金融大鳄 讲过一句话 我在华尔街坑杀的犹太人 比希特勒还多 OK好 然后再来第二呢就是 他们也控制了很多美国的媒体 对 包括Bloomberg 对啊 纽约时报 华尔街坑杀 是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美国就这么挺以色列吗 有两个原因 对基本的 这个美国以前一个总统叫占生 占生 对 有一次有人问他说 这个报告总统 请问这个以色列的总理 好像什么事啊 他说以色列总理 我就是以色列总理 他说 怎么说呢 他说我管的 比现在以色列政府管的要多 对嘛 因为美国这个 这个浩东 犹太人超过六百万人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口五百多万 是 五百多万里头阿伯又二百多万 所以战争可以这么讲 那时候怎么 这个老美认为说 我就是以色列的保护国一样 是 这六百多万人 这六百多万人 他们不是穷冠蛋 也不是这个什么移民 台湾笑 对不对 犹太人全世界最为做生意的民族 好莱坞一大堆 有星 对不对 犹太人 莫老板犹太人 刚才你讲 华尔街一大堆金主犹太人 华旗银行也是犹太人 美国政界 美国政界一大堆 犹太一大堆 从这个旧星期开始到现在 你看美国这个国务卿犹太人 现在这个国务卿 不能可能也是犹太人 对不对 上次我们讲说 川普的第一女婿 也是犹太人 然后现在美国副总统 他老公也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在美国 这很多 美国犹太人人口很少 刚才讲的 他几百万人 但他在国会两院占的比例 比例还高 比例来说很高 然后犹太人 他不但掌握华尔街 甚至有人说 他还掌握全世界的金融 因为他透过 罗斯才有得家族 对 这不得了 好了 那我们讲说 美国选举需要什么 选票 第二个需要钱 第三个需要宣传议论 对不对 这个曝光 那美太人 犹太人刚好这三个都有 选票我很集中 他们很团结 这个对于美国人不好 不是他 钱我口袋很多 曝光率找我就好了 你看媒体 好莱坞 我一大堆 是不是 那你说哪一个 政策主感得罪犹太人 所以 我所知道的 从第24岁到现在 任何一个参选美国总统的 不管是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 都没有敢说 敢说这犹太人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吗 只有一个 民主党的 有一个什么 候选人 他曾经比较公道一点讲 他说 我们美国的外交政策 不能被那个少数的 犹太人所控制 他就没票了 他就没票 他就没票了 因为犹太人成立了很多组织在挺游的 而且一旦有反游言论出现 这些组织就会出动 所以犹太的游说团体 全是第一把的 所以说我们台湾在美国有什么游说团体 有他们的二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就够了 我们就厉害了 对啊 所以我说他们那样的一个游说的力量 他们团结的力量 你看这次战争一爆发 多少美国有犹太公民权的 他们说回去 然后怎么有钱的犹太人免费买机票 有一个宝贝在机场 买两千多张机票 给他们那个年轻人回去打仗 你看 那航空公司还说 只要是想回去打仗的犹太人旅客 地上可以睡觉 地上可以睡觉 都可以睡觉 让他们精神好一点 对 所以我们讲说 美国现在谁敢得罪犹太人 这没有 他就是因为什么 选举要钱 选举要票 选举要曝光 他们掌握这三个 都在犹太人手上 对 其实我记得在 应该在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 有一本书在世界非常的火红 叫做人类大历史 而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就是以色列大学的历史记教授 哈拉瑞 我每次看这本书 我都觉得很吊诡也很讽刺 哈拉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 就是人类的历史 一直都在解决三千事情 叫做疾病饥荒跟战争 而对于哈拉瑞 在今年18年的论述里面 他认为这三件事情已经被解决了 但是想不到 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 似乎战云在即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登科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岂有此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 拜拜